Hello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多 今天是尼泊尔宵禁的第12天 就在今天上午尼泊尔又确诊了三例兵力 也是从印度回国的务工人员 之前这批回国的务工人员中有300多人是逃离了隔离点 但是今天又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有30多人逃离了隔离点 现在尼泊尔政府的内阁人员正在开会 要确定会不会延期这个宵禁的时间 我们俩现在在这个酒店呢 真的是已经待了20天的时间了 之前还好他们这有一个当地的外卖软件 但是呢现在这个外卖软件已经关闭了 不能听外卖了 我们现在在尝试新的外卖方式 你点了吗 我正在看到你想吃什么炒饭饺子 还有一个砂锅 我不知道我都有什么呀 你点黄焖鸡吧 有黄焖鸡 还行啊 然后我再点个汤粉还是拌粉你觉得 我不管你我有黄焖鸡就行了 没事你多点点 我黄焖鸡我吃不饱 你可以多点点 你是觉得你是要我请客吗 所以要点那么多吗 能吃炸鸡吗 可以 吃薯条吗 可以 吃汉堡吗 可以 美的你 我跟我点满辣 点在啥 黄焖鸡米饭牛肉拌粉 然后鸡米花今天全肉 哈哈哈 差不多吧 不够我吃感觉 那我不管 我问问他能不能做奶茶 嗯 你问吧 到了 嗯 好了 我现在下来了 走下去去驾 把门还是关着的 我来了 哎呀 哎呀 好嘞好嘞 谢谢 谢谢 给我吧 嗯 把微信去吧 嗯 嗯 五十八块钱 五十八块钱 嗯 嗯 哇终于到了 这是我的黄焖鸡 我的粉 黄焖鸡真的馋死我了 哎呀 他用的是这种粉 你看 嗯 他没有给你分开吗 你的米饭呢 米饭在这呢 哦 啊 给掉了 吃饭吃饭 哎呀 太棒了 太棒了 我要 馋死了 哇 哇 今天的这个给的也格外多 啊 多呀 溢出来了 嗯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看我的粉 哎呀 我第一次吃半粉 嗯 这是米饭 你姐姐是江西的 她她她说江西半粉很有名 是吗 我不知道我我我没去过江西 嗯 好吃吗 我第一次吃啊 她可以 一份粉 一个炸鸡 一个黄焖鸡 58块钱 今儿不贵了 以后大家天天点外卖吧 太好了 那岂不是我承包了你这几个月的伙食 嗯 可以的 这个黄焖鸡 真的这个汁一浇上 我太馋了 我决定了我准备吃上三天三夜的黄焖鸡 从昨天等到今天就为了吃这一口 对呀 啊 这个汁这么一咬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期间一定要吃好 一定要增强免疫力 对 开吃 开吃吧 本来以为呀 今天是能解除消禁的店铺开门 也能上街吃了点好吃的 但是没有想到 尼泊尔这又延长了八天的消禁时间 一直到四月七号了 我们俩真的是实在实在 不想吃泡面了 现在去超市准备买个锅 买点蔬菜买点肉 准备算着吃吧 我们俩现在是到超市大门口了 就是为了疏通人群 是分一批一批人去进入超市的 现在我们俩在这门口等着进超市呢 外边这些车呀 也都是准备进超市买东西的 都在这排着呢 看着他们里边买完出来的呀 我现在心情老激动了 就想买个锅回去煮火锅吃 哎呀进来了 还得走这个小圈圈 好 层层关卡到了最后一层了 终于进来了 不用了推个车吧 这个车呢还是扫车 就这个车吧 完了这没有卖锅的 不是你推车你就没法上楼了 不是楼上已经那个用牌子挡上了 你上不去 在这买吧 他这现在不学货哈 都是满满的 我们俩在这个超市找了一圈 他没有卖锅的 本来应该是在三楼 他是有卖锅的 现在楼上都不开了 只有一楼这个超市是开门的 但是我们俩买不到锅 买不到锅 我们俩就吃不了别的了 除了泡面 也只能泡面了 我不要说泡面这两个字 我也不想说呀 但是没有锅咱俩 什么都做不了 看着买吧 你得死了 过来吧 拿 拿着吧 拿一个 一罐能生吃吗 我现在 我现在有一种荒野求生的感觉 他家橘子真贤一些 给咱在外边买都贤了 一百多 一百四 六块 七块 八块 咱上回咱买了四个橘子花啦 咱买了五个 花了 十五 三百 二百五 哎 三百 十八呢 拿一百吧 管他呢 是吧 好不好的 咱那得吃主一碗啊 嗯 吃这个 外送的这叫什么呢 带贡 不是 跑腿 哦 他们不是 他们是跑腿 嗯 啊 拿着单子 真的是 拿着单子 哦 行了 咱接着买吧 嗯 买个牛排去吧 买吧 拿着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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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得你说了算 我不懂 那咱没有 没有酱汁啊 二十这样是不是 你回去拆两袋方便面的调料面 撒撒吧 这不是不可以 他们这的零食啊 真的好有意思啊 连花生瓜嘴烤一片什么的都没有 哎呀 本来想备点零食 买点啥 现在 算买不着 买完了 买的最多的就是水果 没有锅呀 真的是什么都买不了 还买了一个大牛排 晚上准备回去做牛排 太馋肉了最近 还和我鸡汁带着一个包 两个带 哼 今天是尼泊尔萧尽的第十二天 我们俩还是哪儿去不了 依旧在这个阳台上呆着 但是啊 我今天发现呢 旁边的酒店上 阳台呢 有一个外国人 正在那儿练太极和棍法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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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在中国吗 有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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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 二十年 我住在这里 二十年 哦 他明天飞走了 明天没有飞机呀 德国来接 是吗 你问问他 就是 就是 他跟我说了 德国来接 哦 有什么 有趣 我住在这里 一年 会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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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拍照 拍照 我再来一周一天 他说他是前两天 尼泊尔封城之前 他困在喜马拉雅了 然后刚被接回来不久 明天他是他们国家派飞机 来接他们一批德国人回国 然后他挺开心的 他跟我炫耀这事 他说我要飞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吧 德国现在情况挺严重的 起码有比尼泊尔要严重的多的多 我觉得回去反而 在我概念里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 不过看他还挺开心的 人吧总是想回家的 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拜拜 拜拜